兩人今天在廣播節目中同台 而苗波亞又再度開始 他強調其實大家不要覺得說 只是下載這些影片沒有什麼 只是看影片而已 這些觀念都是錯誤的 因為不僅是二度傷害這個被害人之外 還是助長這個犯罪集團繼續做犯罪的事情 而且很多人覺得看影片沒有什麼 但是苗波亞認為應該要從這個社會去學習 絕對不是看片子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而一番言論也讓統神聽了之後 直呼真的很有道理 你能夠之前像是你能夠有這麼多的代言 其實某種程度上就是你有社會影響力 那我覺得我跟家行的對話 很重要的是說透過他的社會影響力 也讓他的粉絲可以學習到這件事情 因為你要知道 在一個群組裡面如果有一百個人好了 一部影片傳進去 那對被害人是一百次的傷害 因為他的影片就被這群組一百個人看到 可是如果你可以做其中的一個正義之聲 比如說我們這群組不應該傳這種影片 因為這個是犯罪 你會讓我們這個群組的人都成為罪犯 有這樣子的一個正義的聲音出來之後 你可以避免下一次再有這種影片被傳進這個群組 可是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我覺得要強調一件事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那我覺得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就是偽裝那些群組的人 然後發現就是把他們全部告去法院 全部檢舉他們 而童神他在歷經一個小時的廣播節目之後 他也答應主持人周玉寇 未來要做改進還有道歉 下節目之後他也在媒體面前鞠躬 並表示之後會改掉假話的風格 我只是一般人 我也沒有什麼內憲消息 我看檢察官這樣子我就道歉了 不是我是道歉 我就評論了 那第一點我一定要道歉 就是剛剛創意思訪那問題 那第二點就是對於那個 我想X未成年 因為那個新聞不能播 我就只有X了 我想X未成年 那這個東西我剛剛有講到 其實被斷章取義 可是如果大家覺得這一段話 就是讓大家不舒服 對各位不管是家長還是誰 誰只要感到不舒服的 我都道歉好不好 對不起對不起 這樣子 剛剛我答應Cody說改進 但是這就是真誠的你 所以你還是會改變那些 你之前講話的風格 什麼我聽不懂 就是你剛剛有跟Cody答應說 你會改掉那些你說不好的 講話什麼的 啊對對對 我會改變我講話的風格 對對對 對啊 因為我也知道說 其實我現在 我現在在實況權電競權 我也算是個很紅的人了 所以我以前沒有意識到這點 那我之後會改進 就我絕對不會再讓這些話 對就是上登上媒體 就是我會換一種說法 比如說 我想X那個女的 我會說 我想要跟她發生關係 我會改進我的話 我會改進我的話 統神今天一早跟苗博雅一同 參加媒體人周玉寇的廣播節目 事後呢他就被問到啦 為什麼會想要來參加這個節目呢 統神就談言說被邀請就會來 因為自己還要養三個小孩 他還說因為我家沒有錢啊 我現在沒有收入 只要有錢賺我就來 你們如果各個節目想要邀請我我也會去啊 你們各個電視台或者是各個人 要邀請我我都會去啊 沒有錢啊 我還要養三個小孩呢 我當然有節目就上啊 因為原本還要跟國民黨的一場議員講也不會 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我要先跟國民黨道歉一下 因為這個已經講好的東西 其實理論上我是要去 可是我真的跟他們說聲抱歉 是我沒辦法去了 就真的被燒得太厲害 就是影響到我的生活太多了 不管是我的老婆 不管是我的小孩都被影響到 我真的沒有辦法再去了 就跟他們說聲抱歉 接著轉換焦點 帶您關注到的是 國民黨立委徐曉星的大姑夫妻 涉入詐騙洗錢案 北檢政辦後向法院申請羈押獲准 而徐曉星他在第一時間撇清關係 說和大姑早就不相往來了 不過呢 民進黨立委黃捷就揪出了三件事情 打臉徐曉星 說不僅去年在選舉的時候 大姑都還持續聲援徐曉星 甚至在去年年底的 立委肇事活動 也是和大姑的公司合作 而徐曉星今天上午受訪的時候 就秀出和大姑的老公對話 跟爆粗口痛批騙錢的人 就是滿口謊言 都講得非常清楚 我就問你除了你自己 那可能加上你自己的先生之外 你會知道你的老公的姐姐 跟他的老公平常是在做什麼工作嗎 他們有一份正當的工作之外 他們還有在搞什麼什麼什麼 幣圈等等的事情 你會知道嗎 是陳國維的極端支持者 然後我老公的姐姐除了支持我 因為我是家人之外 那他每一次大選裡面他支持的對象 都是蔡英文跟賴清德 那如果照黃捷的說法 因為得到了所謂的詐騙犯的支持 就要下台的話 那請問民進黨的主席賴清德要下台嗎 請問收到政治獻金的 吳佩義是不是收到了贓款 他要下台嗎 還有請問這個 他們所共同支持的對象 蔡英文總統也要下台嗎 所以我想喔 這個其實很多 你要去把不相關的關係連在一起 但是你最起碼要有一個底線吧 就你含沙攝影要有一個邏輯吧 如果連最基本的邏輯都沒有 那你覺得能夠牽連到什麼 所以這件事情就變成回憶標 本來想要透過這幾個人去打我的 結果打到的是民進黨自己的 徐曉欣勞公的姐姐跟姐夫涉嫌洗錢 招逮徐曉欣他是重話撇親 他說呢如果自己有涉入的話 是願意辭職的 那如果老公有涉入的話 他也願意離婚 對此徐曉欣的老公 同時是台中市的 嚴考會主委劉彥禮 他今天就現身回應了 想到自己絕對沒有涉入 還說如果有的話 將會立刻辭職下台 我的姐姐跟姐夫他們都是已經40歲的成年人了 他們應該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他們的所作所為 是就連我父母 我的親人我太太 甚至我自己 我都沒有辦法把他們兩個人所做的事情負責任 那這是一個正在偵辦中的司法案件 如果我留言裡有涉入 如果我有 第一個我絕對完全沒有涉入他們所涉及的這個案件 如果我有涉入我會立刻請辭下台 那這是一個正在偵辦中的案件 所以我也希望我也呼籲檢警隊 能夠因為社會大眾的高度注目 能夠盡快的查明真相 如果他們有犯罪請不要輕放誤亡誤眾 我甚至認為要發的越重越好 但是我也必須要說 如果調查的結果他們並沒有犯罪 我也希望風波能夠到此為止 還給大家一個年輕的生活 謝謝 而徐曉星在昨天受訪的時候 強調自己也是受害者 說老公的姐夫以投資公司的名義 跟他的婆婆借了2000萬元 卻連一毛錢都沒有還 而他自己還替婆家人代電了100萬 因此昨天上午徐曉星到花蓮去關懷 這個地震災民的時候 他在受訪時是一度哽咽 而遇到了總召妇昆其時 更是直接趴在他的懷裡 嚎啕大哭 我真的沒有 國民黨立委徐曉星趴在總召妇昆其 懷裡大哭似乎有滿腹的委屈 無人訴說 刑事局警方日前追查詐騙金流 發現徐曉星老公的姐姐劉女 以及姐夫杜楠涉嫌洗錢和詐騙案件 徐曉星昨天在花蓮關心症災被問及此事 他表示媒體人溫朗東所說的2021年 杜楠開設的公司正是向婆婆借的2000萬所開的 後續也有繼續追討這筆資產 不過沒有聲張是因為流女常常受到杜楠家暴 一直都在辦理離婚也申請了保護令 而對於徐曉星來說 流女士先生的姐姐是很遠的關係 同時她也堅決否認自己涉案 如果檢察官有調查到 我利用我的職權幫助詐騙集團 我願意辭職 如果我的先生有懾弱的話 我願意離婚 另外她指出選舉期間的公關公司 和她的大姑流女只是合夥公司 跟詐騙集團毫無關係 她只是花五萬塊請他們幫忙發化妝師 並拿出聊天紀錄自證 至於該家公司後續被杜楠恐嚇 她也都是建議報警處理 我現在的痛苦就是這些詐騙集團所帶來的 所以我怎麼可能去放過這些詐騙集團呢 徐曉星也提到 甚至因為不跟杜楠有商務上合作往來 就被用開槍威脅 家人也被恐嚇 強調自己是受害者 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被牽扯進來 徐曉星昨天哭倒在傅昆奇的懷中 不過就被網友揪出 徐曉星她過去曾經痛批傅昆奇 說她就像是潛伏在國民黨身上的病毒等等的言論 就被網友嘲笑說 這現在這樣真的是有夠諷刺的 而徐曉星今天受訪的時候就做出回應了 她說自己本來就是很真性情 再加上生理期來情緒有一些激動 我又不是第一次哭 想酸的人就儘管去吧 今天應該在鏡頭前報復 可是又被徐曉星這邊來 雖然說是演了很大 這當然沒有演啦 因為我跟剛剛講 今天事情也造成我自己家人的誤解 我自己的家人看到嚇一跳 然後對我滿不諒解的 也被這些塔律幫誤導跟誤會 然後對我也是有所批評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部分是滿委屈的 那我自己本來就是一個比較真性情的人 就是哭也不是第一次的坦白說 所以我自己有好好反省跟檢討啦 就是說你知道女生很辛苦 生理期來這個荷爾蒙分泌 總是有時候會情緒比較激動一些 我也不是第一次哭啊 過去初選的時候哭也被酸 然後選一員的時候哭也被酸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被酸了 所以想酸的人就儘管去吧 我就做我自己就好啦 我在很多地方的個性也跟其他政治人物不一樣 是不是嘛 喜歡我的人就是喜歡這樣的個性 你要喜歡我或是不喜歡我都可以 但是你今天如果要指控 我有涉入一起犯法的案子 你最起碼的證據要拿出來 不能拿一些根本稱不上是證據的 去把合法的公司說成是非法的公司 這樣子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一般人看了也是不太會相信的 最後反而火燒到自己燒到民進黨 最後詐騙集團根本就跟民進黨有關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最基本的連連看 你要連得有道理 那我基本上從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連續三天所有的媒體朋友 有任何想要問的問題 我有迴避嗎 我沒有迴避 因為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家裡的人扯到這個詐騙的事情 我自己內心也很過意不去 那我也覺得有責任 負責應該要負責任的 跟外界好好做說明